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Chester区块链频道 现在是2024年的5月25号 咱们看一下在过去的这个24小时 加密货币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的一个变化 整个市场涨跌不一 我们看一下这个UNI 有了一个将近10%的一个涨幅 然后现在的这个价格来到了10U以上 一直在这个9U8U之间震荡 现在终于站上了10U了 然后的话 LDU也是有了一个将近10%的一个涨幅 还有Pendo在加赛道的这个龙头 也是有了7%的涨幅 我们看到其实在以泰坊现货ETF通过之后 由于利好的落地 泰坊反而是迎来了一个调整 她反而是有一定的跌幅 但是真正上涨的是 大家肯定会认为 由于以泰坊现货ETF的通过 那么 以泰坊这个ETF的这个货币暗示ETH以及类似代币 不会被SEC视为证券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说 以泰坊生态的这些代币 开始有了一定的涨幅 然后民币的话 终于开始下跌了 我们看一下配配有了一个将近10%的一个跌幅 然后的话Bunk5%的跌幅 然后的话整个市场会不会从民币板块撤资 转而投资价值板块呢 这个不得而知 那这个ETH之后下一个获得ETF批准的加密货币会不会是索了呢 这个也不得而知 总之以泰坊现货ETF从无人看好通过率仅有7%到一夜之间通过率飙升至75% ETH价格也是率突破3800U 那现在的以泰坊 现在这个价格是3700 还是在横盘 我个人认为以泰坊即使跌 它也不会跌到一个非常低的这个位置上 你可以非常舒服的上车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风险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咱们最后再强调一下风险 本期视频牵涉了所有的视频 以牵涉了所有的直播 以牵涉了所有的复费内容 均牵涉了所有的 个人心得分享整个的这个频道 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 请你一定不要忘记点击关注 CHEST对你投资所产生收益和亏损 不承担任何责任 你对投资任何加密货币 以及任何资产的投资 都有可能让你损失全部的投资板金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